这是一座拥有约两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这里四季分明 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我们就在这里 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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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哈喽各位好 我是袁一伦 我是卢一婷 我是孙伯 我是潘一璇 我是彭志祺 这里是FM101.3首尔TBS EFM 欢迎您收听 首尔我来了 欢迎大家 是的 又见面了 那您可以通过TBS官网搜索首尔我来了 节目主页 也可以通过YouTube搜索TBS EFM 我们就能够找到我们的频道 那另外周一和周四是可视化的直播 欢迎您通过YouTube进行搜索观看 那同时呢 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的话 可以发送短信到警号间1013 短信50行元每条 彩信100行元每条 同时呢 您还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 关注TBS互动之后呢 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期待大家多个门互动 昨天大家都送妈妈礼物了吗 送了 送了一个爱心视频电话 直接唱送首歌 心意满美 我们擅长唱歌的这个志气节 我又送了花又送了好吃的 那说起来咱这个五月节日还是很多 没错 这周就又有节日 我刚给 好 我刚给妈妈送完礼物 我马上又要再送一个了 怎么说呢 因为我妈妈是老师 阿姨在韩国吗 没有 那为什么要过韩国的教师节呢 因为我来韩国了 韩国教师节 我们也来给她表示一下 仪式感满满 仪式感满满 孝子 所以 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韩国的教师节是几号吧 15号 没错 这周三 今年正好是 特别小跟佛誕日 对 正好跟佛誕日是一天 但是 最近有一份问卷调查的结果挺让人震惊的 就是说这个 全国教师当中 教师的 教师这个职业在社会上受到尊重的人不到5% 怎么会这么少 这是 教师公会联合会面向全国幼儿园小学初中和特殊教育教师 11359名进行了一个2024年全国教师感知调查的结果 显示当被问及是否对目前教学生活质量感到满意时 只有22.7%的人回答是肯定的 对 其实已经相较去年高了 比去年提高 去年只有13.2% 但是还是一个很低的百分比 对对对对对 而且当被问及是否考虑过换工作及辞职的时候 63.2%回答是 哇塞 直接是他的成倍增长 对对对对 这个就显得很高这个比率 这个满意度跟想换工作的这个比率成了反比 而且只有4.5%表示教师在社会上受到了尊重 大家感受到尊重的这个比例还是蛮小的 而且对于这个薪酬的满意度呢其实也非常低 只有2%的教师给出了比较肯定的答案 对 而且尤其是过去的一年当中 其实有超过一半的教师 他们说曾经被学生遭受过教师的权力侵犯 然后还有甚至有53.6%的教师表示 曾经被家长造成过自己的一个权力侵犯 对啊 所以教师们表示 虽然去年修改了恢复教学权力的四个法案 但是教育一线依然感受不到改善 而且需要明确界定情感虐待的构成要件 并改善相关的法律制度 今天的我们就来探讨一下教师这个职业 其实近几年在韩国关于这个教师权力的讨论 非常热烈 而且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 不知道大家有了解没有 我就是我知道去年有一个比较不太好的事件 我大概知道 就是一个小学校师因为被学生和家长投诉 然后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很不幸的离开了我们 然后韩国国会21号召开全体会议 表决通过了被称为保护教师权威四项法案的 提高教师地位及保护教育活动的特别法 教师地位法等教育基本法 幼儿教育法及中小学教育法的修正案 是的 是的 其实也是就是我觉得会发生这样的一些事件 也跟此前已经有的一些现象或者说法案的颁布相关吧 就是说就是这个教师如果一旦出现被举报虐待儿童 或者说一些这样的条目的话 就是不论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实际情况 他可能都会对这个教师本身造成影响 对 而且就是也有规定说 这个校长是不能大事化聊小事化小 不可以隐瞒也不可以隐瞒 对 就是这种规定还是蛮严格的 就是也是限制着每个教师自己在教育一线 对学生做出一些批评或者教育 所以这次的修订也从制度上完成了 今年8月制定的恢复及保护教师权威强化综合法案的后续措施 提供了法律的依据 是的 是的 那么现在就是如果没有正当的理由来举报教师的 就会接受惩罚 对 如果说一旦发生了这种教育侵害行为 就是一旦学生或者家长感受到这种教育侵害的话 就可以就是即使没有受害教员的要求 就可以就是进行这个刑事起诉 然后幼儿园教育法和小学中学教育法修订案 都包括了这个免责条款 就是说教师的正当学生生活指导 被视为 就是不被视为违反儿童福利法的规定的禁止行为 然后另外也明确规定了学校的信访制度的责任 是在于这个校长和院长 然后就是说也没有达成很好的协议 我们之前一直在强调就是学生的权利很重要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教师的权利 对 是不可以的 但是对于每一个这种学生和家长举报老师的这种各种行为 还有每一个事件 它的界定其实都非常困难 分界在哪呢 你做出什么样的行为算是对这个权利的侵害 怎么样又是侵犯到这个学生的权利 怎么样又是侵犯到教师的权利 教育部现在表示就是有些舆论认为 现行的存在的对于这个教师相关权益的保护的条案 罗列了一些与校园生活无直接关系的一些普世人权 他们过分在某些地方强调了这个学生的权利 所以可能会忽略老师在引导跟教学过程当中的 本该行使的权利 对 就是其实他们只是强调权利了 但是责任是不是被重视的 学生该履行什么样的责任 对 是的 是的 就是这个度还是需要难 现在就导致就课堂上没有办法约束学生扰乱课堂等行为 然后只要去引导学生的就容易遭到 抗议投诉和举报 很多时候抗议都是不分情红造 而且在这一次教育部新指引的预告案当中 其实也添加了很多就是前所未有的一些 保护教师权威的一些相关条例 就比如说在教师的权利 权限和责任的这一个部分 也是保障为了保护教育活动 就是教师可以在学生教育方面 就是采取适当的一些 什么指导的权利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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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编辑会更明晰 对 此外就是教师在学生进行教育活动和生活指导之后 有权不受外界的不当干涉 没错 是的 而且可以拒绝接受除了教师电话等 正式窗口以外的这种信访阶段 对 包括就是有人如果对教师提出设计隐私等 与教育活动无关的投诉 就是虽合理答复 但人持续三次以上以相同内容投诉的情况化 教师可以拒绝答复并终结投诉 还是很合理的 是的 对 就是针对就是之前可能发生的一些情况 也是做了一个相应的教师的维权的这么一个完善 立法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在道德方面 我们对于这个事情也应该有一个底线 对 要有正确的人生观和 就是自己对于这个伦理事件的一个责任观念 对 在进行这个行为的衡量和 就是对这个行为要做出各种投诉啊 这种行为之前是不是应该就是明晰好这个道德的底线 对 然后衡量自己是不是已经确实构成了这样的 能够起诉的标准 然后是不是已经进到了这个道德的责任 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 近年来这种教育权力侵犯的案例是越来越多的 对 很多 甚至有些老师是因为为了学生们 他已经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 真的有很多就是付出了很多 然后已经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自知之外的 对 就是我有一个老师 他曾经就是就是非常非常忙 忙的事情都是就是几乎连这个吃饭也顾不上 然后就是连夜批改作业呀 然后还就是给每个学生都写了很详细的 就是他的这个这份作业的问题在哪里 然后也指明了就是未来应该怎么去改进和努力 我觉得教师尽职尽责真的是很重要 相对比较公平公正的一个评判的标准 是的 是的 因为孩子的教育肯定不能完全在学校进行 对 在家庭当中家长也负着很大一部分的引导责任 那么家长对孩子的教育 所以他们会有自己非常独特和个性化的观察和理解 然后他们的参与也可以给校方或者说老师提供很好的一些反馈 是的 但是其实也就是比方说我们医院会有那种医闹 对 就是近些年来也听到过很多就是家长闹到学校去 就是可能 过度的去接入到 对 对 这个度没有把握好 没错 我觉得首先这个建立沟通渠道是很重要的 是的 当发生分歧或者说意见不合的时候 应该多去鼓励家长跟校方之间多去沟通 特别是跟职教的老师 那同样我觉得作为是关注孩子的这个身心健康 以及跟上这个学校的进度也是很重要 就是要多去参加学校的活动 就是不要把孩子放在一个非常孤独的地位 对 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是的 然后也要提供良好的家庭学习环境 对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尊重教师的专业 因为家长有时候他自己的理念 他不一定是正确的 然后他会受到自己情感和情绪的影响 所以在教学这方面 还是要尊重教师的专业性和教育经验 对 总的来说尊重老师跟多进行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并且过度的去干涉教学过程 也是给老师足够的空间和信任 我觉得就是教师 他本来是应该是受到尊敬和赞誉的形象 在教师节到来之际 我们也希望听到更多的教育工作者的声音 为教师的权利做出努力 希望我们可以创造出一个教师可以教 学生可以学的教学环境 就是教育事业能够更好的发展 是的 在这里祝所有的老师 小时节快乐 是的 下面就来听一首 飘装 咪咪和 油饼的 孙先生您 我们稍后继续聊 是 祝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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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